律师刘北源拿着手机划呀划 但一年多前的他根本藏不到这自由 原来他曾因杀死自爱的女友悖观 整整八年与世隔绝 前年才假释 提起这时能令他不安 每一次我要出来去谈论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害怕 我都会恐惧 我都必须要投靠 我都必须要去依靠 刘北源以前是知名律师 月入百万还周旋女人间 却因感情不顺 一期间成了魔鬼 我们也会害怕说 当我们去陈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到底别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 2007年他和原配离婚后 女友张秀凤接着提分手 他气愤难耐 拿着菜刀 当众砍杀女友23刀毙命 现场血迹一般般 凶狠程度震惊社会 刘北源后来被判12年的定验 服刑8年后假释 我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从事发开始她就来看我 然后每个月股定来看我 有一次我写信 那时候我刚入院没回家 我写信告诉我妈妈说 我想知她做点菜 那我妈妈就早上炒了一些菜 然后重新煮打高铁 然后准备下午来帮我寄菜 住院看我 那她在电梯上就跌下来 她第一句话 就是告诉那个 来帮她的这个高铁战独 我们想猜在哪里 妈妈的爱启发了她 让她决定出狱后 也要帮助其他更生人 刘北源现在定期到监狱 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例子 好帮助他们重生 最欣慰的是 她做到时写了四十宗家书 却因担忧孩子的感受 迟迟没有寄出去 出狱后她将信集结成书 原本不太理她的儿子 竟主动向她要五本签名书给朋友 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我不晓得说 其他的孩子心里会怎么想 但是我的儿子 竟然会愿意去跟她的朋友 分享她有这样的一个一切 这是我觉得 让我最感动的一段 黄牌大律师变杀人犯 幸好家人帮她走过黑暗阴影 如今出狱 才要努力让希望的种子 变撒个监狱高墙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